大家好,我是屎麥,我們這一集要玩的是阿羅拉雷丘 相比一般的雷丘,他多了一個超能力系 他的特性衝浪之位 在電氣場地的時候速度會變成兩倍 所以我們帶了一個電氣場地守鐵舞者 他給雷丘吸帶了電氣種子 在電氣場地的時候消耗掉電氣種子 防禦會提升一階 所以這兩隻必出嘛 所以就出個閃電鳥好了 對手的格鬥系怎麼好像有點多啊 每一隻都是格鬥系啊 第一隻是熊尾牙,熊尾牙也是格鬥加地面 那麼鐵舞者上來就先開個電氣場地再說啦 那因為熊尾牙的特性是古代火星 所以他是要大行天才會觸發 電氣場地不會讓他觸發 只有我可以觸發 但是他竟然沒有用太金化 他就不怕我直接妖精系打過去喔 我如果說在月亮之力的打下去 他會直接倒耶 因為他的特防是蠻低的 沒關係,我們打一下靈魂衝擊啦 一半左右 而且是我們應該換上雷丘 好險沒有換上啦 換上雷丘被突飛猛撲打啊 雖然是有電氣種子的一層防禦啦 但也扛不住 我們就這個時候換上雷丘 我們可以用太金化 而且我們雷丘呢 是有帶吸取之吻加太金妖精的啊 那因為對手的特攻寶可夢其實不多啦 那我們吸帶鬼技跟冥想 我們這裡就不用冥想,用鬼技 把我們特攻跌高之後吸取之吻來吸下去 太金化還是雷叫啦 不然他會用突飛猛撲被打兩倍 那我們這邊速度比他快 因為我們是兩倍速度 雖然我們速度完全沒有加 努力值沒給 性格也沒給 是突飛猛撲 打了也是很痛耶 打快一半了 那我們就吸取之吻吧 希望可以把他血吸慢啊 他的血量是比我多蠻多的 應該是有機會 沒有選擇換下去 還沒有吸慢 差一點點 但是我們電氣場地呢 其實是可以持續八回合的 我們鐵烏者帶的大地魔啊 所以有機會一穿三 第二隻是 氣勢猴 氣勢猴被我妖精打是兩倍 但是這個時候換上來 代表他會用太金化 我們就先軌跡一次 而且他的吸取拳 打我不會通 憤怒之拳 我們沒打他 他打我們也不會通 所以就軌跡下去啦 沒有錯 用了太金化 大機率是太金剛啦 鋼或賭吧 氣勢猴大部分是兩種 太金剛 OK 計畫通 繼續軌跡 這樣加下去我們有四成特攻啊 憤怒之前可以打多少呢 很癢 因為我們沒有打他 我們這裡可以十萬伏特下去了吧 四成特攻 雖然我們努力只沒給在特攻 但還是蠻痛的吧 十萬伏特看看 哇 怎麼還這樣子 欸我麻痺了 十萬伏特也可以麻痺喔 十萬伏特只有十%的麻痺機率啊 這邊改打延遲封鎖 竟然沒有麻痺不能動 那沒關係我們再一次十萬伏特了 投降了不給玩耶 感謝指教啦 那第二場一樣 那第二場一樣先綁定鐵舞者還有雷球嘛 我們只要想最後一招出誰就好了 出個古劍爆吧 他蠻怕冰跟格鬥的 而且我們面對正義法也可以用突襲直接秒他 第一隻是年美龍 是喜翠年美龍 鋼跟龍 所以我們妖精系打他沒有兩杯 格鬥系倒是有啊 反正我們就先開電器場地啦 直接用泰金化那也不錯 反正我們鐵屋子的反正就是上來 開開場地而已啦 泰金飛行就直接打過來了 那應該是玩特攻擊的啦 所以也OK 如果泰金爆發打過來我們會直接被秒耶 因為鐵屋子很軟 如果是玩泰金爆發的人 可能是在突擊背心啊 然後四招特攻招 OK 沒關係 這樣剛剛好 我還要害什麼鬼 還給你要害啦 這邊這樣正好 我們才不會浪費 電器場地的回合數啊 雷球上來就可以開始疊冥想 他應該是沒有技能打我兩倍啊 先冥想一次 搞不好他會想要換下去 真的換了下去 那OK 哇是鐵包袱喔 好像不太妙耶 鐵包袱可能會有再來一次啊 然後我的電器場地讓他觸發了瓜克充能 他速度提升1.5倍 然後他是極限速度的話 速度會比我雷球快啊 這樣再來一次 我會很慘 沒關係 我們就賭他沒有 先用一次十萬福特 不過有也無所謂啊 真的有 也確實比我快 但是我冥想過了兩層 你兩招特攻招打我都會很癢 然後你的黏美龍也是特攻寶可夢 你確定你這樣可以嗎 我只能用冥想 那我們就打冥想啦 應該是要換物攻寶可夢上來 喔 鋪斬將軍 那我機會來了耶 因為我們超能力被惡系打是兩倍嘛 他會鋪斬打過來 但是我們有太金妖金啊 我們就太金妖金 然後再來一次剩一回合了 我們再冥想一次 然後下一回合解除 再來一次我們就可以打十萬福特 或是吸取之吻 這樣他會被我移除萬三耶 他如果乖乖的用鐵包袱打過來 可能還是會贏我啦 因為他速度比我快 我會被他一直用再來一次盧曉 但是這邊你換上鋪斬將軍要被我一穿三囉 這邊再換上鐵包袱也來不及了 鋪斬 OK 效果不好 因為你的寶可夢都沒到啊 沒有觸發大將特性 那我們就吸取之吻開吸啦 呃 發現了 受不了了 那感謝指教啦 現在的人都不給完耶 那第三場一樣 我們只要想最後一隻寶可夢要出誰就好了 他的特攻寶可夢很多耶 我們出喜多蘭恩好了 而且也可以擋他的 多龍巴魯托 對 我第一隻摩托錫 摩托錫可能會用斷尾 反正我們也不管 就是一樣電氣場地開起來 沒有錯 真的用了斷尾 讓你斷無所謂啦 斷尾就是可以用出替身 然後換上下一隻寶可夢 下一隻寶可夢也一樣可以有替身啊 不過副作用就是要扣二分之一的血量啦 上來是布什虎 布什虎的話 應該是有破殼啊 他要開始疊破殼 然後一穿三呢 那我們這邊速度是比他快啦 但是破殼之後就會被他超車了 我們先一次靈魂衝擊吧 靈魂衝擊先把他替身打掉 待會兒還可以用影子偷襲耶 搞不好破殼之後他會被降雙防嘛 一偷襲他有機會收掉他 所以我的夸克充能是加在了速度上面 如果給他攻擊 影子偷襲應該是穩穩的可以讓他走 但是給他攻擊的話 我的鐵魯熱速度會不夠啊 可能電氣場地都開不出來 用了破殼 那我們直接影子偷襲啦 雖然他可能水裂開架 每秒掉的話還會觸發水裂開架 哇真的每秒掉差一點點 水裂開架 那這邊又提升了兩階啊 輔助力量再多40威力 而且他這張速度是4階確定比我雷秋快啦 那我覺得他兩階應該也會比我雷秋還快啦 所以無所謂 那我們先換上錫多蘭恩吧 因為雷秋上來是一定被他秒的 錫多蘭恩 剛系扛超能力有兩倍減傷啊 而且我們是在突擊背心 特防又再加50% 我們大概是噴煙 100%命中啊 已經不敢再龍圓風暴了 OK 輔助力量一半都不到 那噴煙確定可以帶走 OK 這邊摩托西再上來 那血有回了 就是代表他是帶再生力啊 那我們換上雷秋吧 搞不好他會再一次斷尾 換上下一隻寶可夢 他就算沒斷尾 直接打過來 應該也不會讓我們很痛啊 所以就直接上來啦 觸發了電氣種子 防禦力提高一階 哇 用太精化 那用太精化就不可能用斷尾啦 沒有人腳斷尾之前用太精化的吧 太精一般 喔 捨身衝撞 捨身衝撞你對我的錫多蘭恩打會痛嗎 哇 雷秋被打直接過半啦 再一下就要倒了 這個感覺真的賭下去了耶 太精妖精吸取之吻 把血吸回來一點 讓他打不死我 沒有在跟你聳的啦 我們主角之力 總不能再換回錫多蘭恩把 這樣能看嗎 只要吸一點點就好了拜託 不用吸很多 我記得摩托西的特防是也不高啦 雖然我們雷球現在是沒有加特攻的情況下 可以吸多少勒 好像還行喔 有機會 應該會剩一點點啦 嗯 20滴 比我想像的還要多了 我以為剩可能9滴左右 那就再一次吸取之吻啦 加減吸啦 猛輸 這一下大概吸個2滴吧 沒有2滴喔 吸了9滴 吸滿多的耶 那我這邊電氣場地應該是還有個幾回合啦 還是有機會的 斗拉巴魯塔 那我的機會來了啊 你這邊太精化美了 多龍巴魯塔 龍吸被我妖精吸打是 兩倍 我們吸取之吻 應該可以吸得比剛才還要多吧 那因為電氣場地還在 所以我們速度比他快 哇吸一半 好像還有機會喔 他如果龍劍 欸 不可能對我們用龍劍嘛 會打什麼招 喔 潛靈奇奇喔 潛靈奇奇應該也帶不走我喔 這邊電氣場地剛好結束 我們速度會比他還要慢 但是 這樣剛剛好啊 因為你用潛靈奇奇的話 我們這個時候 速度比你慢 這樣吸取之吻就可以直接吸到他了耶 所以我們只要打吸取之吻 他潛靈奇奇沒有收掉我們 我們就贏啦 哇 這邊這麼剛好 哇 剩兩滴 那這樣沒意外是可以收掉啦 成功收掉多龍巴魯托 那感謝指教啦 結果第三場 冥想跟鬼姬都沒用到 還可以穿兩隻啊 那種不ối事 就先把 morale押忍 那種不夠 開啟動說 那種不夠 就再次一陣子 小牙方 是開啟動的